花菜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食物纤维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其中维生素C含量较高,比大白菜高出4倍 经常吃花菜有爽喉、开阴润肺、止咳的功效 因此他们把花菜叫做天资的良药和穷人的一生 那么今天蛋格就来教你一道花菜炒木耳 做法是花菜搬成小朵,锅内烧开水,把花菜焯煮一会儿捞出 木耳洗干净,切成片,装入碗中 胡萝卜去皮洗净,切小片 葱切粒,蒜切片,锅内制油 油热后下葱,蒜爆香,倒入菜花 煸炒片各放入胡萝卜,炒匀两分钟,放入木耳 继续翻炒制熟 放入花椒粉、蚝油、盐、醋,炒匀调味就可以了 你们还有什么花菜更好吃的做法吗? 不妨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